另外帶您看到身兼國民黨主席的新北市長朱立倫 將在星期六到大陸參加國共論壇以及朱席會 移民署今天上午召開了聯審會 通過許可朱立倫副錄案 並強調未經政府的授權不能有實質談判 決議許可朱立倫市長副錄 移民署29號上午宣布 聯審會通過許可新北市長朱立倫的副錄案 而對於朱席會沒有列在申請表所引發的爭議 移民署說 包括所有的直轄市長縣市長的一個計畫跟行程 我們都是公告在移民署的全球知識雲網 所有的申請也是以這種方式 他的計畫內容跟行程 那呈現出來後由我們聯審會來盛查而已 並沒有要求到非常細的一個細節 這是朱立倫擔任國民黨主席後首次登陸 但也引發在眼強烈質疑 台灣不要再因為政黨的不同或意識形態 形成一個對立 將來對兩岸的關係我們都用比較正面 大家用比較積極的態度去看 不過陸委會強調朱立倫沒有經過授權 不能進行實質談判 媒體問如果朱立倫在附入期間 以國民黨主席身份跟中方接觸到亞投行議題是否合適 如果他們只是單純交換意見 我們是增進雙方的了解 我們是沒有意見 可是我也一再強調朱立倫並沒有經過我們政府的授權 來討論這個實質的一些問題 本週日的國共論壇後 緊接著隔天5月4號就要在北京舉行朱席會 後續爭議持續受討論 新唐人亞的電視 陳靜交 楊瀚宇 談判台北報導